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 今天强哥想跟大家聊一聊三星最新的S20 Ultra到底值不值得买 我们废话不多说,让我们进Best Buy里瞧一瞧吧 我们首先看一下S20 Ultra与Lotus Plus外观对比 很明显的S20 Ultra的四角比Lotus Plus圆润 宽度上S20 Ultra与Lotus Plus一致,但长度长一点 下面我用几组照片来瞧一瞧两者屏幕实际观感差异 在这里我把两者的亮度都调到最高,并且都用了鲜艳模式 请问你们能看出区别吗?反正强哥真看不出来,强哥有点小失望 进入屏幕设置菜单,我们可以看到S20 Ultra纵向分辨率要比Lotus Plus大一点 这就是为啥S20 Ultra会比Lotus Plus长一点,但是其实两者的PPI是完全一样的 下面是一个让强哥很困惑的问题 请看右边S20 Ultra屏幕,你是不是能看见有黑色条纹从上往下翻滚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强哥试着把S20 Ultra的屏幕刷新率从60赫兹改到120赫兹 强哥发现这样做了以后,老人的黑色条纹真的从摄像头里消失了 这就奇了怪了,Lotus Plus只有60赫兹刷新率,却没有这个问题 这里强哥真的没有答案 下面进入重点来看看S20系列摄像头真实表现如何,这也是S20系列最大的卖点 首先我们来看看镜头参数对比,S20全系列同Note 10 Plus一样都有三枚摄像头 从表中我们看到此次S20全系列都采用了相同的一枚升级了感光元件尺寸的超广镜头 在光照镜头方面,S20,S20 Plus把感光器大小升级到了1.76英寸 但是最大光圈却从F1.5降到F1.8 而S20 Ultra却是一下子把感光器大小升级到了1.33分之1英寸的水平 同时还拥有令人扎实的1亿像素 最后来到长焦端 长哥发现S2020 Plus的参数十分奇怪 首先是1.72分之1英寸感光器大小,居然比主广角镜头还大 其次我从图像EXIF信息里看到的这个镜头的焦端居然是28毫米 和主镜头只差2毫米 强哥实在搞不懂这是三星什么样的神操作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S20 Ultra长焦端焦距只有103毫米 也就是说最大光学变焦能力只有4倍 说好的10倍光学变焦哪里去了 强哥真的很失望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三款S20手机相机的界面 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到只有S20 Ultra有100倍变焦 另外两款都是30倍 我们来看一下实际样张表现吧 在0.5倍的超广角端,强哥的眼睛实在难以看出什么区别 接下来一倍光脚主镜头,我还是看不出什么区别 再下来是两倍端 尽管只有Low 10 Plus是真正的光学变焦 但所有样当间的差别还是非常小 当我们来到10倍端,我们开始可以看到差异 画质的好坏正好与几款手机的价格成正比 从画面左边柜台处可以看出Low 10 Plus有最多的噪点 而S20 Ultra拥有最干净的画面 接下来的30倍变焦端,因为Low 10 Plus没有这个模式 我们把佳能SX730相机加入测试 尽管镜头参数相同,S20 Plus在这里的表现明显比S20好 这只能用多一颗景深镜头来解释 S20 Ultra因为拥有103mm焦端的镜头,表现最好 但和佳能相机40倍变焦相比,还有明显差距 最后我们来到S20 Ultra的极限100倍变焦 画质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 反端佳能相机虽然只有40倍光学变焦 再加上4倍数码变焦以后 画面中远处标价牌的数字还是清晰可见 当把相机模式切换到摄像模式时 强哥又十分失望地发现即使是S20 Ultra 最大变焦也只有20倍 为了演示S20 Ultra的100倍变焦 强哥只能用截屏上方式给大家看一看了 实际效果大家可以清楚看到,啥都糊了 所以说这个100倍变焦实际意义并不大 我们再看佳能SX730拍摄的视频 和它的拍照模式一样 最大还是可以到160倍变焦 最重要的是佳能视频160倍变焦时的画质 依然比S20 Ultra图像模式的好 远处的数字依然清晰可见 哎,S20 Ultra就是被佳能SX730实力碾压啊 谁说想像机要被淘汰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S20的另一个卖点 8K视频 在与4K视频拍摄界面对比中强哥又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8K模式下镜头的变焦范围只有1倍到6倍 也就是说只有烂枚主镜头在工作 这里我们就不提8K模式下了糟糕的对焦能力了 来看一下4K与8K视频对比 说实话我实在看不出明显区别 8K模式由于变焦和对焦的种种局限性 在实际使用中用途极小 最后我们来看S20 Ultra最后的一个卖点 一亿像素 整个测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还是很流畅的 拍摄的时候没有明显的卡顿 最大的问题还是跟刚才的8K视频一样 最大只有6倍变焦 也没有超广角 当我们把一亿像素照片和正常模式照片放在一起进行对比 不放大模式下看细节有些许差异 放大以后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到一亿像素的优势 最后强哥还想讲一下 对S20 Ultra不满的两点地方 第一点就是S20 Ultra的最大ISO 居然还是和Note10 Plus一样 只有3200 在感光器面积大幅度提升的情况下 这一点原地踏步匪夷所思 这样如何和华为P40去竞争 第二点就是不仅最大光圈变小了 可变光圈也没了 这点颇为可惜 最后强哥总结出6点 现在不推荐大家购买S20 Ultra的理由 其实最大的理由还是没钱啊 摄影爱好者花这个钱 不如去买全服无反相机了 作为Note10 Plus用户的我 另可等待半年以后经过优化过的Note20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欢迎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